波波安安 我是小溪 這部影片的開頭呢 是我挑戰創世任務的最後一戰 珍希拉 珍希拉我覺得對於傷害足夠又有天上的玩家應該是最簡單的一戰了 那我自己的話呢 是毫無技巧的卡右戰術 要被轟出去時就按按影衝刺 爆發還沒有好就乖乖補天上 創世珍希拉的條件是會少一條血量 所以打的速度又比平常快很多 這個最後一隻的創世網沒有給我掉漆黑也是有點可惜 那自己解放創世的影片作為這個頻道的第100部影片 我覺得再次合不過了 比較可惜的是 我在4月份拍過創世威爾後 5月的露西達我忘記錄影了 導致影片難產 再來就是我帳號機體的部分 文案寫好 當下也要拍 就在我以為萬事俱備的時候 結果我自己半夜一直在偷偷上頭偷星星 剛好又組到賽聯跟狗團 不斷的在短時間內一直提升裝備 導致我的文案要完全大改過 可以發現我現在的等級也到了276等 原本在打威爾那時候六轉的進度也在5-8%左右 現在已經15%了 雖然說不是多勤勞 但是認識我很久的人一定都知道我這個月瘋狂提升 也特別感謝我的公會 木槿日和 這幾個月帶我躺老黑 以及帶我打最後一個月的哈斯奇 在打完後還出現小插曲 因為我把任務裡的等級範圍關閉 導致我花了5分鐘左右在找深夜的聯盟會議 被朋友調侃真的創世是自己解的嗎 有夠丟臉的 解放後打王的速度跟戰鬥力都有提升 創世無敵的話一開始還是有點不習慣去按他 那到目前為止還是覺得創世解放好強啊 那目前的戰鬥力也終於衝破一億了 那影片的最後就附上我今天獲得的成就 裝備解放的創世武器後消滅困難的受選的賽聯一次 好啦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這支影片是我單純自己記錄解放的小影片 喜歡我的話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歡迎支持我的teach以及IG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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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部影片下部影片 我們下部影片énd